穿著黑色長裙的女子 拖著行李箱過馬路 後方突然出現一名男子跟著上去 下一秒她戴上帽子 小跑步追上女子 隨後抱住她 拿出預藏好的美工刀 往女子身上砍下去 女子嚇到疊坐在地 用盡所有力氣 趕緊再站起來 狂奔衝進巷子裡 當時剛好有一台車經過 車上三人立刻下車 喝止嫌犯 路過的父子三人建議勇為 爸爸拿湯勺 水星大學生拿行李箱 哥哥則是拿電風扇 圍著嫌犯 再換個角度看更明顯 嫌犯拿著美工刀 站在中間 下一秒被訊息爸爸攻擊後 瞬間暴怒也還手反擊 另一名黑衣男子 也拿著棍子上前幫忙 嫌犯立刻被四個人壓制在地 警方獲報後也隨即到場處理 事發就在九號中午十二點多 台中中心路二段 一名二十六歲的女子 從超商離開之後 被嫌犯尾隨拿美工刀攻擊 我們聽到聲音的時候 是沒有多想 以為是情侶吵架 是剛好對面紅綠燈 一個大哥停紅燈的時候 在喊我們才出去看 然後是兩個大學生 先拿行李箱打他 結果那個人暴怒以後追出來 然後才知道說是隨機砍人 根據目警民眾表示 被砍的女子脖子 手背以及大腿 有多處刀傷 結果人員到場後 緊急將他送醫 熱心相助的大學生是他 警方表示 凱人的張姓嫌犯 與女子完全不認識 目前被警方帶回偵訊 詳細案發情形 還有在警方釐清 三日新聞網紅遠黃世函台東采訪報導 就集合回 year 然後提填 二日新聞網紅 universo 感谢观看